当初考 是我干的时候 大家一样都考上 对不对 没错 可是呢 检察官当从事侦查以后 他基本上 其他案件都忘记了 他怎么 只负责刑事而已 其实他跟民事 或其他相关法律 忘了差不多了 我们以泰民事案件里头 当初检察官 没有证据就起诉 第一审判无罪 二审判无罪 第三审判无罪 为什么呢 因为法院是客观重立的 认定事实要严谨 不敢说百分之百 至少我认为 至少要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判有罪 因此 这案件已经判无罪了 告诉你 已经没有罪 不应该缴税 这案件很简单 要不要磕税 增值得这么久 薪水已经判无罪了 而且已经有 五个年度 国就委也都承认是 不应该磕税 可是呢 还是有个年度 因为之前的最高循环的判决 显然是有错误 还有错误呢 就应该改 国确局是可以自己改的 可是那又不改 那碰到这个问题 的确是让人民真的很难过 这国家 不管是哪个党执政 不然国民党一样 民党一样 台湾都是政客 没有政治家 碰到问题不敢取决 我的看法是说 这问题如果发现问题对 就赶快改 如果现在制度 没法改进的话 那我们就修法 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目前办公民事跟刑事 跟以及民事刑案件 台北刑事件案件 因为刚才提到了 80年的 这个所谓税案件 被最高循环 错误给他认定了 因此呢 国税局就很不要脸的 就把他移送 要执行 台北刑事件 去年发了函 你资给他 说你不能执行 强制起码 50条规定 你裁缝呢 你裁缝的东西 不管动产不动产 只要够 可以清掌 你的债权就够了 整到这程度 可是 我们在之前的 裁缝已经被裁缝了 可是呢 竟然 还要裁缝其他的地方 已经是违法的 以前 我们在拍卖的时候 法官要在场 因此呢 只要你兴趣都可以看 可是呢 这案件 后来发现 好像只有 你说你只能三个人进去 讲白了 这跟当初拍卖要公开 透明的 这个要求 完全抵触 因为这案件可以发现 争议真的很大 我的看法是说 纵使啊 你要执行程序 一定要对 如果程序不对 什么都不用讲 那 很一看 这案件 有刚刚我所提到的 那是那么多问题 期待 现在的 立法院 可以尽快把法律 加以修正 还人民一个公道 这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